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有趣和多样化的新闻故事 首先我们听到了西安二良的奥都班昆虫馆 将在小吃八菜单上添加蝉的消息 这确实是一个新奇的选择 同时我们还了解到NS和美国地质调查局的OAN 在计划通过地球表明变化的卫星图像 提供了关于地球转变的宝贵信息 此外一位澳大利亚活动家在柬埔寨遭到残酷袭击 这引起了澳大利亚柬埔寨侨民社区的关注 此外伊朗对以色列无人机袭击的回应表明 他们不打算报复 这也是缓和地区战争的一种努力 在体育方面 北京半程马拉松的冠军被取消 因为有三名运动员过于放慢速度让他赢得比赛 这些故事都展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多样性和挑战 无论是在食物环境还是政治方面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莆田系一帮帮主新加坡惹争议 借新加坡本地人的名字 没有地住宅被判罚款的中国富商詹果团 早年是江湖游医后发迹成为莆田系一帮四大家族之一 这些莆田系家族曾被指掌控中国八成的民营医疗份额 还不时闹出医疗风波 联合早报日前报道 也是本地永久居民的詹国团 59岁因让两名公民先后代买总值600多万元的私宅 打算拆除房屋后改建公寓出售而出发 他2017年弃保潜逃 今年入境落网后 被控抵出一项刑事诉讼法令和三项住宅房地产法令的罪名 法庭星期四4月18日开出45000元罚金 综合资料 于1964年在福建莆田出生的詹国团 原来是在中国引起不小争议的莆田系一帮代表人物 被当地人称为帮主 四川封面新闻2016年报道 詹国团15岁跟随莆田系祖师爷陈德良一行 从莆田东庄镇到外游一 在电线杆上贴广告置性并起家 逐渐累积资本 当年中国不少医院产能下降 他们靠着卫生工作协会证件开始在旅馆治疗性病 上世纪90年代 詹国团等莆田系通过在公立医院承包科室 与医院合作购买设备收获不错分成 有报道指出 莆田系投钱打广告宣传 还往上游发展 一远高于市场均价的价格销售医疗产品 陈德良1997年隐退后 跟着他的詹国团 邻居陈金秀 政党委书记的儿子林志忠 以及徒孙黄德峰 成为莆田系一帮的四大家族 据悉掌控中国八成的民营医疗份额 詹氏家族势力排在首位 中国名为玛丽医院 玛丽亚妇产医院 大致都出自詹氏 上海见面新闻2019年报道 1998年一种名为 林碧志的 假药横行 让患者负高价治病 而投资人接来自莆田东庄镇 中国卫生部要求全国整改 取缔各地的游医机构后 詹国团被指在1999年避走海外 2003年 詹国团返回中国 开办新安国际医院 于2009年对外营业 是当地政府批准设立的 首家民营综合国际医院 成为当地的三甲医院 根据联合早报 取得的会计与企业管制局 ACRA 记录 詹国团2004年起 陆续在本地担任四家公司的董事 目前两家已注销 包括Alphaland国际有限公司 新加坡华康医疗投资集团 国际医疗产业管理集团 新加坡有限公司 新安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16年 21岁西安大学生魏泽西 因患上罕见病滑膜肉流 通过百度搜索 找到排名前列的武警二院一致 花费20多万元 却在家中不治 引起广泛关注 武警二院之后 被人查出 与莆田系公司有关 联合早报当年发现 至少两家莆田系公司 在本地注册 其中 华康医疗投资集团 并未在注册地址 有运营的迹象 在新奥尔良的澳度邦昆虫馆 一项新的菜单上 引发了广泛关注 据BBC 这家昆虫馆 将很快在其 小制霸菜单中添加产 这并不是昆虫馆 第一次将昆虫 作为食物提供给游客 它已经在提供 辣味辣残 和香脆的卡针蟋蟀 才能加入 无意为游客提供了 一个新奇 而有独特的尝试机会 这种做法 不仅吸引了游客的好奇心 也反映了一种 对食物来源 和可持续性的深入思考 而在另一方面 BBC 还报道了一个 关于地球变化的故事 这一次的主角是 MS和美国地质调查局的 Lin地球全 N3计划 这个计划 已经记录了地球表面 变化超过50年 是最长的连续空间 基于进入我们星球的陆地 N3计划 提供了关于地球变化的 宝贵信息 包括监测私民砍发 城市化和气候变化 它还被用来研究农业 使资源和自然灾害 随着Lin3-9 在2021年的发射 这个计划将继续提供 关于地球陆地和资人的 关键数据 这些数据对于理解 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 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 在柬埔寨一个令人不安的事件 引发了澳大利亚 柬埔寨侨民社区的担忧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一名访问柬埔寨的 柬埔寨澳大利亚活动家 遭到了残酷的袭击 Sanbanche 一名声援反对派的活动家 被一群持足棍的男子袭击 导致他头部需要缝合八镇 这次袭击被视为出于政治动机 打破了柬埔寨领导层变化 会导致政治意见压迫减少的想法 这一事件被看作是 柬埔寨侨民社区的 一个令人担忧的心理 一些社区成员 因为担心报复 而决定不前往柬埔寨 这次袭击引发了 对首相洪森之子 洪万的领导能力的质疑 他被指控 与其父亲一样 具有专制倾向 澳大利亚驻金边大使馆 被呼吁于柬埔寨政府 提出关切 确保此类袭击不再发生 人权组织也要求 对袭击进行调查 这些故事 从新奥尔良的昆虫食品 到地球的变化 再到柬埔寨的政治暴力 虽然主题迥异 但都反映了 玩这个时代复杂 而多变的世界面貌 每个故事都激视了 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中 存在的挑战和机遇 无论是对食物来源的探索 对地球变化的监测 还是对基本人权的捍卫 这些都是我们 共同面对的课题 在近期的国际与地方新闻中 有几则事件 引人注目 它的分别来自 Mikiyas History Aster Protestant Corporation 和BBC 涉及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 简称马拉松的争议 以及苏格兰绿党 对于与CSNP的 共享权力协议的未来投票 从尼提示的报道中 我们得知伊朗近期遭遇了一次 被认为是由 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攻击 这次攻击的目标 是伊朗的伊斯法罕事 但伊朗外交部长 Hossin Mouradolabia表示 这些无人机是危险无人机 并没有造成任何损害 或人员伤亡 这种有限规模的攻击 以及伊朗的克制回应 似乎是为了避免 一场全域性的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攻击是在伊朗 对以色列发动了 首次直接的无人机 和导弹攻击之后发生的 转向体育领域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报道了一记 关于北京半城马拉松 冠军赛事的争议 和杰原本获得了 比赛的第一名 但后来经过调查证实 另外三名运动员 故意放慢速度让他获胜 因此和杰被剥夺了冠军头衔 这四名运动员都被取消了资格 并且必须推还他们的奖牌和奖金 调查发现 这三名非洲运动员 是被一名赞助商雇佣 作为赢跑者 但赛事的主要组织者 对此并不知其 因此组织者被处罚 失去了主板北京半城马拉松的权力 在政治领域BC报道了 苏格兰绿党将对其与苏格兰民族党 J3P的共享权力协议的未来进行投票 这次投票的背景是 苏格兰政府决定放弃 关键的气候变化目标 引起了苏格兰绿党的不满 苏格兰绿党已经召集了一次特别大会 讨论是否继续与苏格兰政府合作 这次投票将是具有约束力的 并将在成员被告之后 大约四周进行不特空协议 覆盖了气候变化和疫情后 经济复苏等共同感兴趣的领域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也反映了体育赛事中的不正当行为 以及政治合作中的挑战 从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局势 到北京半城马拉松的争议 再到苏格兰绿党对于 与33P共享权力协议的重新评估 这些事件都在不同层面上 触及了公平正义和合作的主题 在一个充满挑战和变革的世界里 有些故事问暖人心 提醒我们在困难面前 不是乐观和创新的重要性 从BBC报道的一位年轻女孩 通过游戏治疗找回笑容的故事 当年轻易者结实的中外企业合作 推动电动汽车电池回收的进展 再到BBC另一篇报道中提到的 公共卫生问题 影响着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这些故事共同描绘了一个 复杂但充满希望的世界 首先让我们看看Sifi的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勇气和恢复的故事 这位10岁的小女孩被诊断出患 有幼年特发型冠结炎Gi 这是一种严重影响 她先走能力的疾病 在医院度过的日子里 Sifi的心情开始变得低落 然而一个名叫 这样的游戏治疗师 来自慈善机构 Starlight 给了她极大的支持和安慰 通过这样的游戏治疗 Sifi找回了笑容 感受到了正常生活的乐趣 她甚至被选为Starlight大学 希望提高人们对她所患疾病的认识 Sifi的故事不仅展示了游戏治疗的力量 也体现了乐观和坚持的重要性 然而在威尔士 老年人面临着一个截然不同的挑战 据BBC 由于缺乏公共厕所 许多老年人不得不故意 减少仪式量或者不离开家 这个问题在新冠疫情之后 变得更加严重 因为公共厕所的可用性路所下降 威尔士高级论坛 呼吁威尔士政府提供专门资金 来解决这一问题 决这一问题 虽然威尔士政府表示 已经引入了立法 来改善公共厕所的可访问性 并鼓励地方当局更好地利用 公共和私营部门建筑中 现有的厕所设施 但Each Samuel警告说 由于缺乏公共厕所 人们不得不作出 可能危害健康的艰难决定 在技术和环保领域 云提示报道了一个 令人振奋的合作项目 中国的宁德时代CATL 与波尔沃汽车集团合作 致力于回收电动汽车 以比电池中的关键矿物 根据协议 CATL将收集并处理 在中国使用的沃尔沃汽车 旧电池以提取 镍骨合理等金属 也连在供应链中 重新使用 随着电动汽车需求的增长 回收电池材料 变得越来越重要 CATL此举 也可能是为了 应对新的法规要求 如欧盟对回收内容电池的要求 此间CATL 已与奔驰的中国部门 和中国回收公司G 一样签署了电池回收协议 这些故事虽然各不相同 但都体现了 面对挑战时的创新和适应性 无论是通过游戏指导 帮助一位年轻女孩 诚实快乐 还是通过合作 推动环保技术的发展 或是呼吁改善基础设施 以保护老年人的健康 这些故事都展示了 人类在孽境中 寻找解决方案的不懈努力 在当今这个快节奏 变化万千的世界里 人们的生活故事 经常让我们打开眼界 从夜店DJ 到国际歌剧明星的华丽转变 再到侦探风云人物的 实无前例的审判 这些故事不仅充满了戏剧性 也反映了当下社会的 多样性和复杂性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索 这些引人入胜的故事 首先来自美人社的报道 让我们认识了 Jonathan Telman认识了Jonathan 一位从夜店DJ 到国际歌剧明星的不凡旅程 2011年 Telman停止了他的歌唱生涯 转而在纽约最热门的夜店回应 然而他的人生 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从南中音转为南高音 转而然他的歌唱生涯 如今他已经在 伦敦的皇家歌剧院 和萨尔茨报音乐节 等国际舞台上演出 并将于4月26日 在大都会歌剧院 饰演蝴蝶夫人中的 拼戈成尼角 Telman的故事不仅令人鼓舞 也证明了通过努力和转变 人们可以达到 意想不到的高度 而在政治领域 BC报道了一件 引起广泛关注的事件 唐纳德特朗普 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审判 这位前美国总统被指控 在2016年选举前 试图隐瞒 向成人电影明星 Somi Daniels 赴的13万美元封口费 这是美国历史上 第一次有在任 或前任总统面临刑事审判 这场审判的结果 可能对2024年的选举 产生深运的影响 这一事件不仅凸显了 美国政治的分裂和紧张 以让人们重新思考 权力 责任和司法公正的意义 此类BBC还报道了 一期令人关注的 恐怖主义事件 一名25岁的克里索普斯男子 Mohemite Farfes al-Martin 涉嫌恐怖主义罪行被捕 他被指控 传播恐怖主义出版物 和鼓励恐怖主义 防控警察 在周四进行了逮捕行动 并搜查了两处 房产暗骂 将于周六 在威斯米斯特地方 凡人出题 这一事件再次凸显了 恐怖主义 对全球安全的威胁 以及社会各界 对于防范和打击 恐怖主义行为的持续关注 这些故事 我问是关于个人的 奋斗和转变 还是关于政治 和社会的挑战 它们不仅展示了 人类面对困难时的认认 面对困难时的 韧性和创造力 也提醒我们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寻找意义和方向 无论是艺术 还是政治领域的故事 都激励着我们思考 如何在挑战中成长 如何在变革中寻找希望 在面对减迫的 劳动力短期问题时 日本企业开始转向 人工智能 RI技术 寻求解决方案 BDC报道显示 随着日本人口的减少和老龄化 从食品制造到农业化工 再到教育行业 AI的应用变得日益广泛 例如 BND制造商大阪 蒙江南母公司 Ethodens 开设了一家高科技工厂 在工厂配备了 AI驱动的相机 来检查生产线上的 不合格饺子 这个设施 每秒可以生产两个饺子 并且已经将人力需求 减少了近30% 这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 还缓解了劳动力短期的压力 另一个例子是 农药制造商 尼航 名优优卡 他们采发了一个 名为Nitinoi的 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该程序可以诊断 作物问题 并推荐使用的农药 虽然这个应用程序的准确性 可能不及人类专家 但它有助于补偿 该行业专家数量的下降 此外 一家名为Ecumonopolis的 初创公司 创造了一个 I驱动的在线英语学习工具 该工具已在日本全国 无视所需效忠沿入 尽管RI在各个领域提高了效率 但它并未被视为人类工作者的替代品 日本政府也在探索 在行政任务和员工培训中 使用RI的可能性 而在大西洋加拿大的纽芬兰 一个有趣的巧合发生了 BBC报道了 至少250对来自该省份的夫妇 无预先激化地预定了 同一次游温旅行 帕文中许多人 带着自己的旗帜和传统服装 以庆祝他们岛屿岛屿的遗产 这个事件不仅展示了 社区文化的强大力量 也意外地成为了一个特别的聚会 让来自同一地区的居民 能够在海上 共同庆祝他们的文化和传统 另一方面 英国上诉法院 于10月22日 就讲明 Euriburg Libre利率的定罪 进行了裁决 这一裁决可能对 Euriburg利率的准确性 产生影响 Euriburg之跟踪影响 借贷利率的重要指标 他支撑着数万亿欧元的贷款 Euriburg的创始人表示 这一裁决可能在 Euriburg利率中造成永久性偏见 此期银行被期望 发布利率的高低估计 但法院裁定 只因发布能够 进入或贷出现金的最低利率 这才与这一裁决 引发了对贷款利率 可能受到影响的担忧 从日本利用IT技术 解决劳动力短缺 到牛芬兰居民 在游人上的意外聚会 再到Euriburg利率裁决 可能带来的财经影响 这些故事展示了 技术文化和经济领域内 发生的多样化和复杂性 无论是通过技术创新 应对社会挑战 还是保持文化传统的同时 享受现代便利 也或是在全球经济体系中 寻求公平与透明 这些事件都反映了 当今世界的动态变化 和多元化特征 下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进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 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 反映六度简报的历程 也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bas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